哈囉 我是 Missy's Chill 今天來到這邊是我最近每個禮拜的固定行程 那這扇門後面到底是什麼呢? 帶大家去看一下 一走進來 就感覺到一股沉浸的香味 讓人不自覺心情就放鬆了下來 木質的色調 一改整所冰冷的刻板有像 牆上點綴著許多 醫師自己創作的色彩能量化 空間裡擺滿了一張張按摩美容床 讓人聯想到了SPA、紓壓 還有許許多多跟美麗相關的字眼 而除了診所的外表 這位醫師行醫的核心價值 才是其中最特別、最與眾不同的 這是我精真精力的分享 單純希望擁有煩惱的人 都能推開那扇門 再一次找到光 每天起床啊 明明都有睡飽八到九個小時 可是就是覺得很累 那起床之後呢 運作不了幾個小時 就覺得我好像全身都沒電了 我想要回去休息 然後甚至就是有點影響到工作 那我有問過我就是 從事社工的朋友說 我會不會就是得個憂鬱症 那我那時候我朋友就跟我說 就是其實沒有啦 你只是心情需要放鬆一下 需要放個假 那所以我就想說 可能要去做一些治療 後來呢我就看到蘭醫師的這個文章啊 有提到一個就是 亞健康 那我就想說我那時候的狀態 應該就是處在一個亞健康的狀態 那經過大概兩三個月 每個禮拜啊 就是來到這邊做一個 我覺得不像治療耶 就是像來做SPA一樣的心情 很舒服的 然後現在呢我覺得我的整個身心啊 都有獲得一些很大的提升 就我每天覺得心情都有變得比較好 然後朋友啊家人 他我的狀態都覺得說 欸你好像最近就是整個氣色都很不錯啊 然後體力也漸漸變得比較好的 然後我想要請蘭醫師來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亞健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OK 其實我今天看到你把口罩摘一下 我很刺激 因為到過程時間我們必須戴著口罩來看診嘛 可是我記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你的臉色還有你的膚色 跟你的精神狀態非常的照高 那個臉呢看起來就是很憔悴 可是現在如果莫妮可以把口罩拿下來 讓大家看一下現在變得非常的可愛 而且也是變成一個小女孩一樣 可是第一次來見我的時候 我覺得他像一個 比較不好意思喔 這個字不好聽 是像怨婦 怨婦 就是我平常沒有化妝的習慣 所以其實我的臉色都是呈現蠻辣黃的 對對對他現在是很自然的 而且是很紅潤 而且臉變圓了 可是身材並沒有變胖喔 而且身材是變好了 變漂亮了 真的是很漂亮 我很開心能夠幫到你 謝謝醫生 那你說到這個雅健康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對雅健康這個名詞呢 就沒什麼感覺 或者認為說跟我沾不上邊 但是你剛剛提到說 你感覺到你自己快憂鬱症這個部分 其實跟雅健康又是兩件事情 我們之所以會憂鬱症 就是說我們的腦細胞 它分泌的一些就是像 一些Andolfen 就是一些快樂荷爾蒙的部分 或者是血清素它不足 它沒有辦法平衡我們一種焦慮 跟不安的感覺 你認為說這是我的心理問題 所以我可能去接接心理醫師啊 或者是朋友聊一聊 或者我認為說我可以大吃一頓 或去玩玩我可能就好了 或去旅行可能就好了 如果你很輕的狀態 是屬於一種真正的心理問題 就有可能可以這樣子改善 但是一旦你的腦子 我覺得我們的腦細胞生病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改變它 細胞本身的一個活力 跟它的轉換 就是細胞跟細胞之間的活動的狀態 它才有辦法完全的去改變到 你整個的生理狀態 跟你甚至你的腦袋裡面的想法 正面或負面這樣子的問題 這樣子也算是就是讓細胞去修復嗎 對 對 重新啟動 那我們就是像雅健康的狀況 就是很多人 他其實就睡不好啦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很焦慮啊 很不安 但是那種程度 一般你去看醫生 醫生從給你抽血的這個檢查 報告裡面表現了 他並不能夠看到任何東西 就是說你的肝功能也很好啊 腎功能也都還沒有到任何的那個就是 紅刺啊 或者是甚至最多一點點膽固醇啊 完全都看不出什麼 可是你明明就很多問題 你常常就精神不濟 就像你講的那樣子喔 那所以有可能你的狀況還不到真的 憂鬱症 就是真的在雅健康的狀態 憂鬱症可能比你跟你糟糕 所以說 其實雅健康的話 就很多人有像說常常有 胸悶啊 頭痛啊 一些長眠的頭痛 甚至頸椎 不舒服 腰椎不舒服 或者是常常就是 莫名其妙的拉肚子 或者是便秘這些問題 腸胃脹氣 所有的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症狀 就是大病沒有小病不斷 這樣的情況 那最重要就是說 你感覺到你自己常常心有能力不足 好這個其實就是已經是很明顯 思想健康的狀態喔 因為像其實我自己是一個怎麼說 就是現在也還是正直 就是正在衝刺事業的階段 那如果你放任自己每天都是 只能工作兩三個小時 然後就是什麼事都做不好 力不同心 那其實心裡真的是會非常的焦慮 所以尤其是你長期處在那種 好像有點不舒服 可是你又不知道去看哪一刻 醫生的時候 那個真的會非常的頭痛 而且就是我覺得多少 還是會影響到心情 因為你就是身體上 稍微有一點點什麼不舒服啊 那天心情一定不會好到哪裡去 對啊 因為像是你問過我喔 就是說我的治療 很多病人會問我同樣的問題說 到底我們其實在做怎樣的治療 當然一般人對中醫的印象 中醫的印象非常的刻薄 對中醫的印象 那台灣是到處都有中醫 那但是我想我可能是屬於比較另類的中醫 對沒錯 就是我其實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啊 我就覺得說欸這個 它的裝潢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有點像就是我這麼形容 不知道一燈會生氣 真的蠻像那個SPA方寮的這樣的一個場所 然後我推開來推開門 就是那個很舒服的親音樂 對現在也許可以稍微聽到一下這個背景的音樂 然後呢聞到的是這個精油的方向 因為以往我們進去中醫診所啊 會聞到的都是一些中藥台的味道嘛 甚至是可能是類似像就是一般比較診所那種冰冷的味道 可是這邊就完全不是就是一進來就讓我覺得很放鬆 就感覺我等一下要去做享受了而不是做治療這樣 對不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 而且對針灸的觀念喔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喔 對於每一位病人來說 你們都已經在生病的情況才會來找醫生嘛 那對一個生病的人來說 他一定是有很多地方是很痛苦的 可能他你不能夠了解他的痛苦有多少 對我來說生病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我在做任何的治療 包括針灸 一般人對針很恐懼 很多人對針是無名的恐懼 這個恐懼是來自很深層的 就是因為害怕害怕沒有任何理由 那對針的自然誤解也好 還有恐懼也好 有可能是從你小時候被打針打波的 都讓你印下來的 但是我最不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你們覺得針是很可怕的 而且讓你們覺得痛的 為什麼你已經很多地方都不舒服了 再把你扎針扎得很痛 那你不是很可憐嗎 會很害怕下一次再來做治療 我覺得是最不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讓你們覺得不舒服 因為我們要讓你好 有很多的方法可以 這是我個人 然後我可以 我的針就是會讓你們覺得轉變了 那並不需要痛 這是我第一個 就是要這個過程是舒服的 下一次你才會 就是很主動的很願意過來 而不是想到這個過程中去 等一下又要挨針了 好可怕 而且醫生其實很貼心 他在幫我針灸的過程中 下每一根針 他都會去詢問我的感受說 你這個地方現在會不會不舒服會痛 那他也不會強迫你說 這個地方會痛的話 你忍耐一下好了 不會他就會幫你把針拿起來 那其實整個過程啊 我覺得都是非常 真的就是享受 只有享受 沒有什麼其他的形容詞 然後一直在施針的過程中啊 他有時候會用精油 幫我去做一些按摩啊 或是擦拭啊 然後就是去達到很紓壓的一個感受 然後因為我知道說好像精油也是有療效的 那這個是我覺得在其他的中醫診所都不曾看到過的 就是使用方療的部分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治療的方式 加上針灸然後一起做運作這樣子 對 可能你會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本身對於自然療法 我是涉得比較廣 包括一般大家知道自然療法 就是像 Homeopathy是叫做同類療法 那我都是花過幾年時間 在國外研修過的 那還有就是 Nature Pathy 就是我們西方的自然療法 他用的就是草藥跟按摩 這類的 但是新的自然療法醫生已經不會按摩了 台灣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 這些醫生在國外很多 但是他們其實他們用的東西 主要是從我們中醫裡面很多 中醫放的很廣 包括Keyna 還有很多氣功啊 運動啊 商科 這五科分的非常細 所有的科別在中醫都有 但是芳香療法呢 是我本身從很久從一開始研究的 所以我所有的經驗都是自己調配的 因為我很喜歡 我認為說芳療呢 它第一個是從秀膝進來 到我們的大腦皮之城呢 療癌系統呢 產生那個整個的作用 整個它會不同的經驗 就不同的藥一樣 它這個就是藥癮 那從秀膝的過程 達到我們 細胞裡面 它生成的一些運作 那不只是放鬆而已 那它當那個香氣 會讓你非常的舒服 那這香氣會改變什麼 改變我們的能量 這是看不見的 就是我們中醫會講的氣 那我們中醫最強大就是 精氣神 但是很多人都把它很抽象化 什麼是肌 什麼是氣 什麼是神 好像很難講清楚 在經絡上 我們有14條經絡 這是最粗糙的經絡 那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系統 像耳朵有耳針 它有300多個穴道 那頭皮也有300多個穴道 它是micro system 不同的 甚至連舌針 我也都有研究 它的效果對像自閉症的小孩 對一些腦部的問題 先天不足的 或者是長期失眠的 非常有效 它可以自然的範圍超廣 對 中醫其實非常的廣 但是我覺得說 我們常常把自己局限住了 所以我會比較靈活的應用到 所有我學過的東西 包括我的自然鳥法 印度我也常常去印度 它的埃尤貝塔 就是貝陀 就是他們印度的古老傳統醫學 他們也是走的是自然的路線 但是很可惜 他們沒有辦法像我們中醫 持續的運作到目前 還是一個非常完整 是聯合國也肯定的 我們在針灸的穴位 它已經證實了有200多個穴道 是非常有效的 那麼中藥也是持續被人在研究 不斷的在運用當中 包括所有癌症 甚至都有在用中藥提取物 所以中藥的未來 是非常的不可示意的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夠 多多利用中醫 因為台灣的中醫的使用率並不多 就是說真正大家知道 中醫的優點不重要 就是自然控這些比較常見 但是真的要治療疾病 大家還是會吸比較快 深入的就是說 我們身體跟 我講身心靈 我的工作其實是比較偏向 像整合醫學這個部分 就是說整體的能量 就是身心靈醫學 它是一個交換預防醫學 所以很多我都會希望說 病人大家都是可以先 了解自己目前到什麼狀況 那麼我們為什麼變成這樣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去改變 我們的整個狀態 今天就謝謝藍醫師幫我們做分享 那歡迎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話呢 可以來這邊找藍醫師 請藍醫師幫你做治療喔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囉 掰掰 謝謝